中广早报新闻 提醒您现在时间7点21分 欢迎收听中广早报新闻 我是谢燕荣 今天是中华民国107年5月17号 星期四 农历是务虚年4月初三 早报新闻一开始 还是要请大家帮帮忙 每天早上要做的一个动作就是 如果您正在收看 中广新闻网脸书粉丝页上的 直播服务 或者是说从我们的YouTube频道上 在收看直播服务的话 帮我们把这个影音画面随手分享出去 让更多的人可以看到 听到中广早报新闻 也谢谢大家 好早报新闻一开始 我们先来关心今天各报在头版的新闻 重点其实今天焦点还蛮聚焦的 因为昨天吵了一整个上午 要来等这个在民进党方面宣布 到底要不要离让柯文哲 所以在中午的时候 民进党做了宣布 一如外界预期绿科分手了 在民进党方面要自提人选 现在的时程 希望展开征询之后 在月底最快能够拍板 他们自己的人选 今天包括中国时报 联合报跟苹果日报 都放在头版头条 加上内页一到两个版面的配合报道 中国时报是头版头加上二三版 联合报放在头版头加上二版 而苹果日报今天是头版整个版面 自由时报今天则是放在头版的二题 加上内页二三版 也是配合两个版面 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 现在的一个政治局势 当然还有主要聚焦的几个重点 一个是民进党会做出这样决定的原因 还有接下来民进党方面 可能会面对什么样的困境 提不提得出 足以胜选的所谓强棒 还有在柯文哲方面 又有什么样的困境呢 他能不能够以白色来对抗蓝绿两大势力 今天各报在内页有相当多的分析报道 另外一个是520的政绩 大体检以及520之前 在行政院方面持续释出的一些利多政策 今天在昨天 行政院的记者会 重点是来怎么样解决少子化的危机 解决少子化的问题 自由时报放在头版头条 简单讲就是要发钱 提高育儿津贴 这个时间延长从本来0到2岁 延长为0到4岁 如果家有幼儿0到4岁 以后每个月可以拿2500块钱 如果你很勇敢生下第三胎的话 这个钱还可以再加1000块 这是自由时报 今年头版头条 而在中时跟联合 关于育儿津贴的部分 也都放在头版二帖来做相关的报道 不过当然了 今天各报有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考量因素 就是接下来各个县市要发钱的时候 钱从哪里来 到底有没有钱 这个部分大家都做了很多的一些平衡的报道 国际焦点还是聚焦在川金会 因为在北韩方面先取消了两韩之间的一些高阶会议之后 昨天白天又在呛下说 如果美国要求我们全部这个废盒的话 把核武去掉的话 我们可能就不谈这个川金会了 但是美国好像有一点点措手不及 所以白宫方面也拧些一些这个阴影的对策 但目前为止的说法是 没有放弃川金会的希望 这个新闻呢 今天在联合报放在头版二帖报道 继续来听听看各报在头版头条 以及头版的重要版面上 有哪些相关的新闻内容 中国时报今天的头版头大标题下的是说 自己人上场 现在绿营踢开科批了两张大照片 一张是这个民进党的主席蔡英文 对照的则是柯文哲 两个人呢 把他左右分开 来看看现在民进党跟柯文哲分手了 中国时报今天在头版标题说 征召强棒 接下来呢 民进党可能征召的人选 花妈跟赖神都有可能 分手决议在选对会决定之后 蔡英文频频问说 真的确定要这样做吗 对抗蓝绿 柯P说他不会加入民进党 今天中国时报在头版 还有这个白色力量 在议会被问到的时候说 白色力量接下来 有没有可能加入绿营澳 争取绿营选民的认同呢 今天中国时报引述 在现场的答询内容说 柯文哲表示他会连任成功 他说他是一个人的小国 有没有办法对抗蓝绿大国 他会把他当成是一日双塔 因为这个比赛太刺激了 所以他也很想看看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这是中国时报今天的头版头 联合报头版大标 北市长选战 民进党决定自提人选 不排除赖清德跟陈菊 在联合报的报导说 民进党确定不礼让之后 接下来要开始征询有意愿者了 经过选对会讨论决定报请中职会通过 月底前希望能够提出相关的人选 选对会说 绿科分手有两个相当重要的原因 因为在民进党方面 应该要承担改革更大的责任 未来的市长要充分理解 民进党的一个目标 体现民进党价值跟中央执政一致 才能够贯彻他们的改革理念 关键会面绿营高层了然于心 这是为什么大家在解读民进党选对会 会做出不离让决定 今天联合报在头版内页 有一些所谓的双方见面的关键内容报导 稍后我们在内页新闻当中 也会提供给大家 而在苹果日报今天的头版头 北市长选战决裂 绿营征召召强将 立抗 这个蓝营方面呢 则说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 还是柯文哲 而柯文哲接下来要一以一挡二 来对抗蓝绿 绿营方面不排除赖清德跟陈菊参战 不过今天在苹果日报的内页 也有提到说 其实各方的看法都觉得说 如果真的是赖清德跟陈菊 这两位人选的话 看起来几率应该不是太高 为什么呢 因为在蔡英文方面 辅方也表示他们要用人 不可能把人推在第一线 苹果日报今天在头版的报道 几个小标说 柯文哲表示我一定会当选 蓝绿有共同的目标 就是要对抗我柯文哲 未必未来会是三足鼎立 因为呢在学者方面的看法 台大政治系教授王叶丽老师说 民进党要推自己的人选 让台北市成为三足鼎立 不过民进党到底能够提出 多强的人选呢 有没有办法顶起这第三足 恐怕还要再观察 因为上一次 就算是大家觉得国民党推出 不是很理想的候选人连胜文 当时呢蓝英在台北 也获得了41%的基本盘 所以这一次候选当中 相对来说 来说丁守中还是中规中矩 所以到底绿营方面 有没有办法抢到 柯文哲的票 甚至蓝英的票 恐怕是一个大问号 苹果日报今天的这个头版呢 还提到说 其实民进党 为什么会走向这一步 向悬崖靠近呢 今天在苹果日报 淡江大学攻刑系教授 陈铭翔老师的看法说 是被柯文哲逼出来的 因为柯文哲不知道 从哪里来的乐观跟自信 完全没有像 民进党跟绿色选民 妥协的善意 一直到最后一刻 才透过胜率电台道歉嘛 不过前面哦 看起来他的姿态 是相当高的 所以在民进党方面 有一点不开心 觉得说好像被吃定了 也才会逼出最后的一个结果 这是苹果日报 今天在头版的一些分析报道 苹果当然在大标部分 也是下了好大一个决裂 用柯文哲跟蔡英文的照片 放在版头的位置 自由时报 今天头版二题 北市长选举民进党参战 最快月底决定人选 跟柯文哲分手 在自由时报的报道当中 提到的是民进党新北市长 参选人苏贞昌的看法 苏贞昌说 外界点名行政院长赖清德 跟总统府秘书长陈菊 现在在他眼中 他觉得都不适合 因为陈菊才刚刚接下重担 包括他自己竞选总部主委 还有呢 在总统府方面 也有非常重要的工作 所以苏贞昌的看法说 应该让他好好来帮助总统 辅佐总统 而不是把他推上 台北市长选战的第一线 这是自由时报 今天的头版二题 好 继续在内夜方面 当然各报至少 一到两个版面的报道 到底有哪些内容呢 我们也来听听看 今天在中国时报的二版说 润营变新了 连日挑灯 延伤 最后还是于事无补 所以柯文哲呢 在一夜之间 灯大廊 变大人了 更像一个政治人物 说本来柯文哲还有希望 频频向民进党喊话 希望能够力挽狂澜 最后一丝机会 但是没想到情势比人强 知道机会渺茫之后 他确定出局了 度过难熬的72小时 柯文哲最后打起精神 赶快跑基层 去各个区的里长 那边拜会 所以在中国时报解读说 现在柯文哲已经占定位了 从本来的柯文哲 现在变成一个大人的柯文哲 要自己好好来打选战了 不过相同的版面有说 柯绿分手之后 盟友变敌人 因为台北市方面 副秘书长李文英 开了第一枪 火速提出辞呈 接下来大家关注 包括民政局长蓝世聪 还有副市长陈景峻 到底会不会留下来 继续帮柯文哲 这可能是今天白天 还会再延烧的政治话题 中国时报下半版面的 这个小标内容 激发白色力量 冲出蓝绿包围 柯文哲要把选举 变成社会运动 而在2014年的选举 大将几个都已经离开了 市府团队 所以中国时报今天 记者张彦恒 以及张同的观察说 其实现在柯文哲的团队 剩下他的亲信 他的同学 这是他市长连任 相当重大的危机 包括姚立明 简余彦 李文英 这些跟他当初一起 打选战的人 现在都没有在他身边 更遑论 这些人可能 随时还会 回来捅他一刀 来对外说一些爆料 所以这个东西 可能是柯文哲 在打选战的过程当中 必须要面对的考验 中国时报的报道 中时三板 强棒不强 黑马囊 南巡 绿营方面 现在陷入两难 民进党选队 会自认为 拿下台北市 难度相当的高 不过呢 虽然说 民进党觉得有难度 但是呢 有几位参选人 有意参选者 自己都还蛮有自信的 包括姚文志跟吕秀莲 昨天呢 吕秀莲肯定选队会说 对民进党来说 自提人选相当的重要 而姚文志呢 姚文志则说 他是大谷祥平 大谷祥平呢 在练习赛 在季前的热身赛当中 表现不好 不过正式比赛到了 季中的例行赛之后 表现就相当好了 不管头打都非常的好 所以呢 姚文志说 我就是大谷祥平哦 只要让我上场 我就会虎虎生风 好 再来呢 蓝绿各自归 对柯文哲 可能会变成小三 恩爱家偶翻脸 蓝莹大感意外 这是在中国时报部分 另外一个小标题 联合报 在今天的台北市版面呢 也有颗绿分手 在地方方面的一个说法 绿营的议员认为 蓝颗绿分手 他们松了一口气哦 接下来呢 对市议员选战来说 应该是比较好打的 而蓝莹则担心这是打假球 国民党说提名谁 会是大家观察的指标 提名的强不强 就知道是玩真的 还是玩假的 不要最后就玩气宝 而民进党的议员说 选队会还要争什么呢 磕粉呢 不一定会投给绿营啊 所以不必担心太多 蓝莹评估方面 现在如果颗绿分手 对新北来说 会是新北的大力多 而绿营方面也很看好哦 觉得说 根本不会对蓝莹 造成太好的这个消息 太好的影响 因为呢 他们基层就会稳固下来了 这是联合报 今天内夜的分析 而自由时报 另外一个角度哦 来听听看 这是三版的药文版面 说刚刚分手 柯文哲马上开火了 昨天柯文哲 炮轰赖清德的 务实台独 在市议会上呢 又有议员问到说 赖清德先前在 立法院说 他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要求柯文哲 说明他的两岸论述 现在柯文哲 没有什么好担心了 所以话说的很直白 他当场不客气的批评说 在这个位置 讲务实台独 这样的话哦 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说法 今天自由时报 把一分手就开火 放在了三版的版头大标 好 再来下半版面呢 还有一些 柯文哲的两岸论述 支持两岸一家亲 但是他讨厌别人逼他讲 还有李文英请辞 陈景俊动向不明 接下来呢 柯的团队 到底会什么样的变化 大家也在看 这是今天自由时报的三版报道 好 听完了政治焦点之后 我们先来听听看哦 今天在联合报跟中国时报 二版下半版面的新闻重点 新闻重点呢 是来放在行政院的 怎么样催生 催生的最新的政策 来看看有没有效哦 联合报今天的 这个内页二版 整个版面 中国时报 在头版下半版的标题是 零到四岁育儿津贴大家码 前两胎每个月2500块钱 第三胎每个月3500块 这是中国时报的标题 而自由时报 这则新闻是放在头版头条 自由时报说 育儿津贴要扩到四岁 扩及到四岁 零到两岁呢 领完三万块之后 明年八月份延长到四岁 这是自由时报 头版大标 自由时报的内文当中 提到了这一次的政策 扩大发放育儿津贴 从八月开始 纵索税率没有达到20%的家庭 家长又没有领育儿 育婴留职津贴的话 小朋友接受公共 或准公共化服务 这个部分是会被排除的 如果你没有接受的话 每个月可以拿2500块 一年可以领三万块 第三胎每个月 再加发1000块 接下来呢 扩大发放之后 受惠人大概会有52万3000多人 三大政策 每年经费大概382亿元 第三胎以上 每个月再加1000块 这是今天自由时报 头版的标题 不过呢 在相同的新闻 大家的反应部分 各报内页都看得到 先来听到联合报 联合报今天的二版版头说 行政院三招要来救少子化 育儿津贴扩大 但是穷献跳脚说 中央开支票是地方要买单的 接下来钱从哪里来 希望中央能够全额补助 否则预算编布出来 我们钱也发不出来 这是联合报今天的二版标题 而在民间团体部分也痛批 说呢 这个功德只做一半 因为育儿津贴跟托育补助 你只能够选一个 不能够两个都拿 这是联合报提出来的质疑 而苹果日报部分呢 在内页也说 现在准公佑月付4500块钱 针对这个部分呢 政府要跟私立幼儿园签约 有15个县市 希望8月份就能够上路 家长执意这是骗选票 好 这个政策到底指的是什么 在昨天赖清德提到 少子化因应对策的时候 也说政府会跟 现在的私立幼儿园来签约 补助私幼提供 准公共化的教保服务 如果你家里有孩子 两到五岁 要来念这个准公共化的幼儿园 一般家庭每个月 只要付4500块 好 如果家里有私幼的孩童 就知道 其实私幼真的很贵 一般来说 你没有付个一万五千块 两万块 根本没有办法进去 所以这个平均数来算 今天在苹果日报提出来 以后这个赖清德说 我要跟私幼合作 叫做准公共化的幼儿园 他是私立的 但是希望能够扩大 让大家来读 一个月只要给4500块 所以在家长的反应说 如果你要从现在的一万五 变成以后的4500 他们觉得不太可能 说这中间的价差谁来付 政府有这么多的钱吗 还是说最后呢 这个又反映到教学品质 影响到这个孩子受到的待遇 这是在家长方面的质疑 而妇女心之责批评政府 这根本是图立私幼的业者 担心说 未来可能会影响到私幼的营运 这是在准公幼的部分呢 准公共幼儿园的部分 政府要跟私幼服务 但是民间有很多质疑的声音 在今天苹果日报的 八版配合报导 也访问了很多家长 很多家长说 其实他们比较在意的是 学习的环境跟教学的品质 还有私幼业者也出来说话 私幼业者说 政府在宣布这些政策 完全没有跟我们业者 做任何的讨论 跟商量直接就宣布了 那以后业者怎么办呢 我们根本不知道要怎么来弥补这中间的价格差异 还有我们的教学或者是人力会不会受到影响 这个东西呢 可能是接下来除了画了一个很美好的蓝图之外 在落实的时候 大家会有质疑的原因 苹果日报今天相同版面 还有一个说第一波只有八万个名额 就算前面的问题通通都已经解决了 名额也是不够的 所以在苹果日报针对名额的部分呢 也提出了一些他们的反省跟检讨 觉得说这个政府呢 你在规划这个政策 似乎是不够的完整 配套都没有想好 就贸然的对外宣布 这是今天苹果日报的报道 好 催生真的很重要 昨天在台北市议会 还有绿营的议员建议说 好 我们要鼓励大家生孩子 所以像市长柯文哲建议 针对女性三十岁之前 如果生第一胎的话 发放六万到十万元的特别奖金 而台北市的反应是说 好 我们来详细来研究一下 承诺讨论看看 在适合生产年龄 如果呢三十岁之前啦 或者是更早生 是不是要发奖金 其实这说法 大家也觉得有一点荒谬 哪有这么多的钱来发 而且你真的鼓励 大家在没有准备好的情况 生孩子真的是好事吗 恐怕可以来想一想的 另外在自由时报的今天那一夜 民团来看育儿 今天扩大发放 民间团体说 你要去看国外经验怎么做 砸钱的效果相当有限 还是要搭配包括公共托育 职场的友善政策 让民众能够兼顾 生孩子养孩子跟工作 才能够提高大家的生育意愿 这是今天在自由时报部分 做的相关报道 好 听完了头版头条之后 来听听看 在旺报部分的头版 今天关心的是两岸之间的关系 太阳跟北风双管旗下 迎回两岸主导权 大陆加力会台 加码会台 重炮反毒 指的是什么呢 说现在外传大陆媒体说 现在大陆的官方建议发布 所谓台独分子的名单 要求要依法惩戒 还说大陆相关部门 现在已经着手在收集名单了 到底是传闻还是真的呢 大陆国台办发言人安丰山 昨天在记者会上 回应记者提问说 凡走过必留下痕迹 台独分子不要以为 说过的话 做过的事 可以水过无痕 所以在今天 旺报头版内页的意思 大概的角度跟方向 就是告诉大家 现在在国台办或大陆方面 可能真的在搜集 所谓台独分子名单 可能是企业人士 或者是演艺人员 不管 可能都在他们 搜集名单的范围之内 工商时报 今年头版头 美债息再破3% 通膨增温 预期联准会升息 四次的声浪高涨 担心美国联准会 要加快升息的脚步 美国十年期 公债值利率 濒临3.1% 写下近7年来的新高 两年期的公债值利率 更篡升到近10年来的新高 美国的利率水位飙高 也为各国的市场 带来相当重大的压力 这是工商时报 头版头条 而经济日报部分 来关心核硕 核硕被动原件料源 现在稳定下来了 MLCC龙头策略大转弯 全类供应台厂消费 电子原件 可能会影响到的是 国具以及华星科 全球被动原件的基层 陶瓷电容 也就是刚才提到MLCC 他跟日商村田制作所策略大转弯 调整了部分的车用高阶产能 每个月提供超过10亿颗 给和硕 还有英叶达这些台湾的组装厂 和硕英叶达年底前 这个要用料 应该是来源 没有问题了 经济日报 今天的头版头条 听完头版头 在头版其他位置的新闻重点 我们赶快扫描一下 工商时报 今天下半版面的新闻焦点 包括公司法修正草案出炉 六大争议没有解决 这六大争议呢 包括法人董事实职受益人申报 大同条款 公司秘书 董事文件审查权 委托书的表决权等等 虽然说昨天好多工商团体 联名刊登了头版的广告 不过呢 这些争议在昨天 并没有得到进一步的答案 经济部希望六月能够完成三读 以利年底通过反洗钱的评借 另外一个被工商团体 质疑的是环评的修正案 说呢 环保署也拟的环保署 环境评估审查修正案 工商团体批评说 这是违德不足 增加企业烦扰 让产业投资却步 对于环境保护 也没有进一步的帮助 好 现在修法方向呢 主要是要强化环评审查的效率 强化全责 提高公信力 更重要的是 预防跟减轻政府的政策开发 对环境造成的不良影响 不过呢 今天在这个工商时报 头版下半版面的工商团体的说法是说 你里头有很多的政策 其实呢 并没有办法保护环境 但是直接影响到的是 企业的投资意愿 所以在今天的这个工商时报部分 做了相当多的报道 工商时报编栏重点 抠门企业名单 明年六月份全都漏 不为美债席标台股争霸万一 中华电推社会宅 有请陈光雄 经济日报今天的编栏题 要有张国伟的专访 专访新宇航空董座张国伟 来看一看他想要怎么样翻转天空 高通杠联发科 抢下了OPPO订单 公司不予置评 法人担心会影响到出货跟市战 还有公办都更案 明天要打关键的战役 斯文李三起案将拆迁 能不能够顺利的执行呢 这是大家接下来关心的重点 这是经济日报 今天的编栏题要 中国时报 今天头版下半版面 还有联合报 今天在头版的另外一个新闻呢 是美韩的这个军演 把北韩给惹脑了 惹生气惹毛了 所以川金会到底会不会有变数呢 这是今天国际相当重视的一则国际焦点 北韩昨天放话说要重新考虑会面 白宫回应 希望能够如期举行 这是联合报今天的头版二题 中国时报那页分析说 北韩变脸主要的原因是要凸显底线 提高未来的谈判筹码 也反映双方在契合以及补偿的问题上 有没有同步哦 恐怕从现在的发展来看 是没有共事的 而联合报今天的那页分析说 北韩出招最主要的原因是 怕被美国逾取羽求 所以现在要稍微端一下架子哦 到底是要在会前谈判呢 留一点筹码谈判的战略运用 还是要制造严重的新障碍 现在美国的官员看法不一样 而南韩媒体跟专家则认为 北韩应该是要在川金会之前 把自己的姿态拉高 避免接下来美国方面吃定他们 对他们予取予求 这是联合报今天的分析 自由时报头版的新闻重点 还有一个孤儿成分局长 13岁公读养活自己的励志故事 说呢在南投县仁爱景分局的分局长 金秋华他出生的时候呢 其实10岁爸爸就死掉了 13岁母亲过世成为孤儿 但是他白天当工人 晚上读补校 办公半读考上景专之后 现在51岁当上了分局长 为自己的人生写下了不同的故事 励志的故事自由时报 今天的头版右半版面的报道 美国亚太副助亲警告中国 如果再威胁美国公司的话 可能会有后果 必须要自己负责 台湾跟巴拉圭的邦交 美国议员也很担心 这是自由时报今天头版下半版面的新闻标题 好在编栏提要部分有几个重点赶快来听一下 今天自由时报头版照片是 伯克莱150年来首见 有台湾的学生代表毕业生致辞 美国加州伯克莱大学分校工程学院 创校150年来第一次是台湾学生 这个代表上去致辞 他的演讲的内容是让世界成为更好的地方 他在阳明大学取得医学学士之后 到美国去读医学硕士的学位 现在他的研究领域是罕见疾病 囊状纤维化的基因治疗 希望未来能够为这个地方 为这个疾病贡献出自己的心力 这是自由时报 今天头版的图片故事 不要蓝提要有不止长不高 如果小朋友缺钙的话 还可能会发胖 外传中华电降速NCC要测 144万用户抢办499方案之后 权益会不会受到影响呢 现在NCC要帮大家把关 还有中国时报的编栏重点 除了有150年来第一人 博客来毕业典礼 台湾女孩代表致辞之外 止痛药车很大 国人年吞9亿科 以及陈诗梦茶凤扁具 再约谈了11位检察官 这是中国时报今天的编栏重点 以上就是早报头版新闻焦点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继续来听内夜详细的新闻报道 早上一杯咖啡 早晨时光 早安 今天星期四 亮亮明天要出国去玩了 所以明天大家各自 自己照顾自己吧 而且我跟你讲 根本就还没有到薯礁 为什么大家都要出去玩呢 Roger礼拜六要去日本 对不对 然后智贤也要去欧洲 然后亮亮要去日本 刘文真在这里播新闻 会不会太残忍 我也想出去玩 好 没关系 我暑假要出去玩 因为我们这种妈妈 就只能就把假期 就省到暑假 带小孩出去玩 那我们家妹妹 今年要上小学 所以呢 我们就哥哥上小学的时候 就带她去环岛 认识一下台湾的 哥哥的环境 今年呢 我们家的妹妹 暑假很贵 我也知道啊 德瑞克 但没办法 小孩就是要 只有暑假才有空 所以我们今年妹妹 也说她想要去环岛 所以我们今年暑假 应该会去环岛 但是因为 我不能请太多天假 所以到底十多天 能去哪些玩 如果大家觉得 巴黎 等等 Semi 为什么这么好 明明现在才五月 为什么大家纷纷出游呢 是有什么 五月出游潮 五一长假吗 又不是 又不是在中国大陆 好 不管 中国广播公司 七点四十九分 欢迎回到中广新闻 我是谢叶柔 那一新我们先来听听看 今天各报在话题版面 还有焦点版面的新闻重点 好 先来听到苹果日报好了 苹果日报今天的二版跟三版 都是八卦新闻哦 今天苹果日报 二版大标是李中盛 这个歌手制作人李中盛 相当有名哦 说他取嫩妻 密婚三年小 二十六岁家人的素颜曝光了 叫做千惠 说呢 流行华语乐坛大师李中盛 唱情歌四十多年 被一周餐拍到了 他没开三度 取的是三十三岁的娇妻 千惠 看起来真的还蛮漂亮的 来看一下千惠的素颜照 如果您是透过脸书直播 或者是YouTube直播的话 可以看得出来 确实还蛮可爱的 这是李中盛的新欢 今天在苹果日报的二版 整个版面 除了有最新的这个 绯闻介绍之外 还有下半版面是 过去李中盛 写了哪些好听的歌 有名的歌 很红的歌 捧红 陈淑华 张信哲 娶过的前妻是 林一连跟朱卫英 还曾经跟罗大佑 组了纵冠线 而且前几年 他有一首 形容中年人心境的歌 山丘还颇受好评 非常非常多的回响 这是李中盛最新的婚姻 今天苹果日报的二版 苹果三版来听到 是富邦汉将中华职棒的 球员黄胜雄 他传出家暴 跟这个球迷发生性关系 跟这个小三呢 有相当多的互动 所以现在球团说 又打太太家暴 然后又传出外遇 所以已经被开除了 这是今天 苹果日报的三版大标 下半版面有几个 过去运动员的 桃色风暴的一些整理 包括了曾文鼎啦 蒋志贤啦 郭修炎啦 还有在国外 Coby Bryant等等 老虎武资哦 今天在苹果日报部分 也综合做了一个整理的报道 经济日报 今天的二版版头 低薪的上市柜揭露 定三大指标 金管会明年六月底 会公布平均薪水 如果不到五十万 低于产业平均值 获利成长还不错 但是呢 待遇缩水哦 这些业者小心哦 现在金管会通通要公布 小心这个企业呢 被划上复评 好不知道到时候 低薪上市柜公司 如果揭露的话 会不会看到 我的公司或你的公司哦 大家可以来观察一下 继续来听到的是 在蔡英文执政两周年的 总体检自由时报 今天在A6版的 政治要文版大标 改革急行军 善用机会之窗 一休以利分扰超过一年 年改议题的脚步相当凌乱 执政团队必须要整军再发 这是自由时报 帮小英政府整理 在过去一年呢 他们的问题可能有哪些 这个受到大家的瞩目的 这是自由时报的整理 而中国时报则看到的是 两岸关系的问题哦 同样是就这两周年的 执政检讨 中国时报标题下的是 茫然的外交 同时呢 中国时报提醒 要搞好两岸关系 外交才会有活路 如果有帮减少 要减少的话 会损害到台湾的 国际法人地位 联合报今天的两岸版面 共舰 共军呢 上周五绕台 距离台湾最近30海里 共机群动作平平 两艘现代级的船舰 顺时针绕台一圈 国防部证实 我方全程监控 对方最后没有进到 我们的领海 上周五 中共空军机群 双向绕台 向俄罗斯新买的苏35战斗机 参加了部分的航程 受到台湾方面的关注 不过今天联合报新的角度是说 其实相同时间 中共海军也派出了 遏制的现代籍驱逐舰宁波号 自制的054A巡防舰湘潭号 进入台湾东北方海域 最近的时候距离只有30海里 后来两舰随后经过巴士海峡 台湾海峡的西侧 顺时针绕台一周 不过这样的一个距离 30海里外活动 并没有违反国际的规定 只是来看一看 共军方面最新 越逼越近 距离台湾最近的时候 30海里 而在共军方面 他们的作战能力如何 今年联合报 在相同新闻版面 也有做了一些配合的报道 机车污染源胜过 深澳吗 新北反击陈菊 这是总统府秘书长陈菊 他在回应深澳电厂议题的时候 提到新北市的机车 台湾最多污染的程度 还超过深澳发电厂 昨天新北市政府反击说 以每千人机车数来看 高雄有722辆 才是全台湾最多的 新北人多 机车也多 但是新北市政府并不会说 劳工辛苦成果 提供全台各项需要 但是污染在新北 因为真的要靠机车上下班的 上班族并不是他们愿意的 而且如果说每个人 经济条件都许可的话 可能也不会选择机车代步等等 所以在新北市方面的反击 觉得陈菊根本没有体贴到劳工之苦 另外在联合报今天的社论版面 则是质疑说 陈菊你到底是用什么样的身份 来说这样的话 你才刚刚接下 苏贞昌竞选总部主委 讲这样的话 到底是能不能够 有没有适合他的身份 提出了一个大问号 这是联合报 今天社论提出来的质疑 还有在生活焦点部分 自由时报提醒 不只长不高 小朋友缺钙可能会发胖 因为钙质结合胆酸减少 人体吸收脂肪 每天应该要喝 1.5到2杯的牛奶 中国时报的生活焦点版 提醒有一个男子 一口气吃了17颗的 止痛药之后又喝酒 差点送命 大家台湾人 吃止痛药真的吃得太多了 今天中国时报 在生活版面 对于大家的健康 提出了一些提醒 还有警告 好以上就是早报的新闻重点 我们时间到了 谢谢大家收听 继续请收听听懂新闻 狗狗你在推什么呀 我在听新闻啊 些闻我又推不懂 听听懂